如果說沒人過 會肯轉動來生錯 你還會喜歡我嗎 Baby 主打百分百創作女團 蹦關無心人 其實各個能寫能唱 像是這首InstaGirl 讓自己成為自己 就是靈異的創作 人美歌甜 她卻坦言 自己並不是從小就勇於展現 我都是自己偷偷在家唱的那一種 我是到了大學 然後有一個學姐 她就開了一間餐酒館 然後她在應徵 然後就上了 就開始了我唱歌的路 一開始其實我是自己 花錢幫自己做音樂 然後只是對 邰哥 長輩來說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浪費錢 因為演藝圈她覺得 不一定是這麼長久的事情 像你現在如果有賺到錢 你就要把它存起來 但是我覺得這是我自己的夢想 所以我就還是一直堅持 從大學生了眉目要四超文 從來累積經驗與知名度的溫妮 不曾忘記音樂夢想 與小V過往是創作夥伴 這回組團也將原本害怕金頭 沒想過當藝人的小V 從幕後邀請到幕前 專輯十首歌就由四人全部包辦 上街頭開演唱會 不怪物新人 要唱還要跳 有訪各大城市街頭開唱 近距離讓大家認識 蹦蹦怪物新人 我們在TVBS當掌聲響起 以及... 將其段時間